国家队要强 必须要有好的队员 联赛也是同样 那么如果有好的队员了 我们的投资人就不会这么疯狂的去购买外籍球员花这么多钱 那就归根结底就是在清训 邓爷爷说足球从娃娃抓起 我想这么多年我们的清训 其实我一直走过来 我从不到二十岁联赛联赛国家队到四十岁退役 二十多年 我可以很准确的告诉大家 中国足球运动员的水平是在不断的下降 这个是我很负责任的在讲 因为我知道我的老大哥他们的水平 我现在知道我的大侄是什么水平 因为他们跟我已经擦了一辈了 所以我觉得想要解决中国足球强国梦的这个梦想 这个希望清训是重中之重 我们必须要去争抓实干 认真地去把它抓好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愿意用我的下半生 报效祖国 为中国实现足球强国梦 做出我所有的努力和贡献 谢谢大家